大家好 今天的这个影片呢 是我爱问狗哥的第六期 本来呢 这个影片呢 前几天呢 就应该做出来 和大家分享 但是呢 由于这个狗哥的心情啊 这几天呢 也是有一些的这个焦虑和小抑郁啊 所以呢 就拖到了现在 那为什么狗哥要说 这个影片前几天就应该和大家分享呢 主要呢 就是一位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 内地的女生 他给狗哥发的一个email 大家呢 来看一下 他说呢 他是一位在香港中文大学留学的内地女生 这几天呢 香港的局势不断的恶化 义愤激燃血潮涌 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心中的悲愤之情 义愤激燃血潮涌 这句话呢 有一些这个香港中文的特色 所以呢 狗哥猜想呢 这位女生呢 她应该是在香港待了比较长的时间 她说呢 这个前几天 香港警察是再次对香港同胞开枪 中国大陆内部呢 仍然是一片较好和欢呼 就好像是鲁迅先生的作品 藤野先生 这个文章里描写的这个中国人 那鲁迅的藤野先生这篇文章呢 很多中国人呢 应该都很熟悉 鲁迅呢 在里边呢 是痛斥这个中国人的麻木 精神上的残疾 那这位内地女生 她是试着跟周围的朋友去解释和传播香港的真相 但是呢 却被很多人谩骂和攻击 说她是被港独废青洗脑了 她就觉得是百口莫辩 那昨天晚上 就是11月12号的晚上 她说呢 这个警方对我的学校发起了无差别进攻 大肆投掷催泪弹 汽油弹 逮捕学生 殴打救护人员 她说的这个汽油弹 应该是中大的学生反击的武器 不是警察投的 她说呢 警察要求我们跪在地上 对我们进行搜身 我在救人的途中也被布袋弹 击中了背包与手臂 但是呢 完全顾不上疼痛 救人是当务之急 我这几个月精神压力真的是很大 抑郁症复发了 多次试图自杀 看不到活着的希望 这位内地女生的心情状态呢 狗哥是非常能够理解 狗哥呢 也是有点担心她 她说呢 这个中国大陆在走向朝鲜化 香港走向大陆化 我每天只能听着愿荣光归香港 默默的流泪 我无法呢 去跟旁人诉说内心世界 我的家人还在大陆 我不能让父母被牵连 但是呢 沉默 我的良知和精神又深受折磨 她就希望呢 狗哥能够在节目里 帮她向香港的同胞 传达一下她的一点心理话 下边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她的心理话 作为中国大陆出身的 我首先是有罪的 在黄雨散运动期间呢 我也曾经是一个粉红 攻击过香港人 现在作为大陆人 我不能公开站出来 为香港民主自由发声 这是我的原罪 在此呢 向广大香港同胞 申表歉意 我因为参加了救护行动 不知道有没有被大陆方面列入黑名单 但我呢 已经是做好了一切的思想准备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 既是为了香港同胞争取自由 同时呢 也是为了赎罪 为自己 为广大大陆同胞赎罪 我也不知道 我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 请大家呢 不要责怪我 因为我是一个爱香港 爱中国的大陆人 我爱自由与民主 愿荣光归香港 愿和平早日到来 这个呢 就是让狗哥非常牵挂的 一位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内地女生 她的email 狗哥相信呢 这位女生呢 现在呢 正在看这个影片 所以呢 狗哥呢 想对你说几句话 第一 就是你的这个心情和感受 狗哥呢 是完全能理解 包括你说的 身为大陆人 感觉呢 对香港人负有原罪 这个呢 狗哥也是非常非常的能够理解的 在这儿呢 狗哥呢 也愿意跟你在一起 对香港的朋友们说一句抱歉 我们呢 不代表别人 只有你和狗哥 在这儿呢 要对香港的朋友们表示一个歉意 这么多年来 在增加内地人和香港人之间的这个 互相了解 互相沟通这个方面 我们做的确实是太少 这么多年来呢 在这个支持香港人抗争 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的这方面呢 我们确实是做的太少 真的是要对香港的朋友说一句抱歉 对不起 另外呢 狗哥呢 也想对这位内地的女生说 狗哥呢 非常愿意和你一起坚持 你一点都不孤单 狗哥呢 也是相信 你身边的这个 港中文的同学 香港的同学 还有一些内地的同学 他们呢 肯定也会理解你的心境 他们也会非常愿意和你呢 一起坚持 你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问题 以后呢 也都可以随时给狗哥呢 发email 每一个email 狗哥呢 也都会回复你 感谢你的分享 这个呢 是一位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内地女生 狗哥呢 是非常希望能够再看到他的email 一定呢 要给狗哥写信 下面呢 大家再来看一位内地男生的邮件 他呢 也是在香港读书 他说呢 这个最近这几个月 一直在关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见证了香港 由一个自由社会 到极权社会的沦落 家里边呢 也不是很富裕 送我到香港读书 也是很不容易 我之前呢 也是对香港这个 有着自由的东方之珠 很是向往 原本最开始是打算留在香港的 但是最近这几个月呢 我亲眼看到 香港有一个购物天堂 变成了报警天堂 有一个自由社会 逐步变成一个警察社会的时候 我开始呢 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 我的内心呢 是非常无助 跟绝望的 我读的专业 其实并不是很热门 如果出国 凭借我的专业移民 是很难办的 况且呢 家里面的经济压力呢 也确实不小 但是呢 我又不想生活在强国 跟一群整天 只知道自嗨的 五毛小粉红一起过 我到底该怎么办 这个呢 是他的疑问 他还说呢 我完全不能够相信 在全世界来讲 业务水平都 极高的香港警察 可以沦落到强奸少女 谋杀学生 滥用职权 擅闯私人领地 逼无辜市民 吃催泪 自助餐的地步 香港人到底是犯了什么罪 凭什么 要受这帮 流氓土匪的蹂躏 之前一位 给你发邮件的朋友 说的没错 香港人真的是好天真 好傻 一点呢 都不够大陆人算计 傻到以为 那个中英联合声明 真能保障 他们自己的制度 从这次冲突中啊 我甚至能闻到 阴谋的味道 满满的都是以前 中共祸害老百姓的套路 谎言 欺骗 武力镇压 那这位同学 现在我每天看到那些 因抗争被捕 被打成重伤 被强奸 被消失的新闻 越来越难受 也感觉呢 越来越麻木 周围的这个社交圈子 不用讲了 基本上都是在自嗨 强国 说抗争的年轻人是暴徒 孤立的感觉真的好难受 真的不知道 该如何找得到 同是大陆 但又志同道合的朋友 有些事情 在相同的环境下 长大的 志同道合的人 才聊得来 香港人的社交圈子 碍于自己不是永居 以及家人 仍然在大陆的缘故 真的不敢太融入local 去搞些大动作 最后请问狗哥 现在的香港 仍然和大陆 有很大区别吗 永居是否仍然值得去争取 未来的几十年 香港会不会一直这样 变本加厉的坏下去 最后变成新疆 这个呢 真的是我这辈子 最不想见到的事儿 这是一位在香港读书的 内地学生的email 狗哥的建议呢 如果说你能够拿到香港的永居 还是要努力的在香港留下来 同时呢 也努力的学一下粤语 这样呢 才能够更好地融入香港 找到更多这个志同道合的人 那香港的情况 短期来看呢 可能会比较糟糕 但是从这个长期来看 十年二十年 那狗哥呢 还是比较乐观的 凤凰涅槃以后的香港 肯定会更好 下面呢 还有一位这个 内地的朋友的email 他认为呢 香港这次的反送中运动 对香港人伤害最大的 其实是中国普通民众的反应和态度 香港人呢向来对党国没有好感 所以呢 这次事件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但是以前对中国普通民众 还是念疾同胞情分的 在八九事件中的黄雀行动 对汶川的捐款 在港英时期 很多大陆人往香港逃命 英国人强行遣返他们 但是呢 后来硬是被香港人用蓝卡车的方式 把他们救了下来 这个呢 是这位内地的朋友提到的一些历史 香港人对内地人的很多的这个帮助 但是在香港这次的事件里 他说呢 很多大陆普通人 是要求解放军进港 扫射暴徒 认为示威者都是港独 要求撤销一国两制的也都是他们 这个呢 就让香港人意识到 在党国统治的 普通中国群众 已经不再是被党国压迫的人 已经成为党国的支持和拥躬 这些人呢 并非没有文化 他们很多受过良好的教育 家境优越 而且在国外读的本科 但是又如何 看看海外破坏联东墙 和问候别人母亲的人是谁 在这儿 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大陆人似乎不少 他说的应该是油管上 但是呢 我想大家也很清楚 在国内我们是少数 不信呢 你可以在微信群里 发布停港言论 看看会是什么反应 有人说言论自由不重要 谁能把中国变成富裕的强权国家 才重要 在香港生活的人呢 恐怕是很难认同这些观点 这些大陆人 认为香港今天的问题 是没有在香港实行爱国教育 是由于没有通过23条 是没有这个煽动颠覆国家罪 一个穷人看自己的邻居变富 正常的思维是我如何能变得跟他一样富裕 但是呢 这些大陆人的思维是如何才能让邻居变得和我一样穷 在NBA事件中 党国宣传英美的言论自由是多么虚伪 颇有这个太监讨论纵欲危害的感觉 然后他还说呢 这个港人心中的大陆同胞 由于长时间生活经历的不同 所受教育的不同 已经不再是那个你们当年拼命拦截港英卡车 所救下的中国人 我唯一的建议是啊 就是这位内地朋友的建议 香港人不要因为一个人来自中国大陆 就歧视他 虽然像我这样的大陆人的可能是少数 但是呢 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辱骂 和给大陆人起外号的这件事呢 也让我很伤心 最后呢 祝愿香港人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这是一位身在内地的朋友 他的一些看法 狗哥呢都是很赞同的 那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 最后呢 再来分享一位香港的朋友的email 这是一位女生 她说呢 在香港的这场运动里啊 她除了帮忙 呃 宣传和资助物资 其他的没有做太多 最开始的游行呢 我还可以参加 但之后武力升级以后 连我的一些勇武派的朋友 都觉得我太瘦弱 已经不适合出来了 因为现在出来呢 对于警察来说呢 已经不存在合理非了 出来的都是暴徒 而如果我出来 反而不利于其他的前线 因为如果要保护我 而受伤或者被抓捕 那样就很不值得 那对于这种情况呢 她就有一些内疚感 觉得自己好没用 现在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文宣 但是呢 做文宣的时候 就经常看到 来自大陆的谩骂 很多各种不堪的语言攻击 说什么流港不流人 那这位香港的朋友啊 他就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内地人 对香港人的敌意那么大 明明香港人呢 从来没有伤害过他们 而且呢 这些内地人呢 都是年轻人 应该呢 都是很有知识 很有文化的 那为什么还会说 这么恶毒的话 他说呢 你可以不支持这场运动 觉得我们是错的 这是你的立场 我尊重 但是呢 我真的很无法理解 为什么看到有人被警察杀 却那么开心 而对破坏的死物 却这么愤怒 在他们眼中 人命真的这么低贱吗 他说的就是这个 一些香港的抗议者 攻击破坏地铁 中资银行 为什么内地人看到 这个活生生的香港人 被警察暴力攻击 会感到很开心 但是呢 一些地铁设备被破坏 就感到很愤怒 受不了 这种感觉呢 和这个香港特首林郑 也是一样了 觉得这个 ATM机才是同类 是同胞 那这位香港的朋友呢 他说呢 也和一些来自大陆的朋友 决裂了 因为接受不了 他们一直指责 并且说一些很不堪的话 他的这个主要的疑问 就是大陆那么多 针对香港的非常仇视的 攻击性的言论 CCP是不是很支持 为什么明明说 这个大陆的言论管制 很严格 但是呢 这些语言 却可以通过 还有呢 为什么他们这么极端仇视香港 他说呢 我以前一直和自己说 那这种情况呢 不会是大多数 但是呢 我去看过微博以后 忽然呢 就不敢肯定了 他是希望狗哥呢 能够解答他的这个疑惑 在这儿呢 狗哥想对这位香港的朋友说呀 这个非常恶毒 非常仇视香港的内地人 肯定是少数 但是这个理解香港人的抗争 支持香港人的内地人呢 同样也是少数 那大多数的中国人 在香港的这个事情上 他们是支持中国政府 支持香港政府和香港警察的 虽然他们不会很仇视香港的抗争者 但是呢 也会认为他们是港独 就应该呢 被香港警察去惩罚 这个呢 确实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 长期洗脑教育的结果 一个就是完全缺乏公民常识 他们根本就不理解 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呀 国家 政党 政府 公民这些概念 应该有的这种关系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中国传统里的这种 大一统的观念 其实呢 也就是这个集权专制统治的观念 那香港人的这个通识教育 公民教育 就是中国人最缺乏的 所以呢 现在的状况 其实不是香港人要减少通识教育 加强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 应该是反过来 中国人呢 应该减少这个爱国主义教育 应该加强通识教育和公民教育 这样呢 中国人呢 才能够最终变得文明起来 但是呢 狗哥在今天影片的开头呢 也是分享了三位内地朋友的email 他们都是很理解支持香港人的抗争的 特别是中文大学的那位内地女生 还直接参与了抗争 在前线呢 做了一些救护的工作 所以呢 这个狗哥是认为啊 内地的年轻人和香港的年轻人 其实呢 也完全可以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 这方面的工作呀 内地的朋友必须要多做一些 当然呢 也是希望能够继续得到来自香港的朋友们的帮助 那狗哥的这个频道呢 也非常愿意成为这么一个平台 来加强内地和香港 还有台湾 以及海外所有的这个志同道合的华人 大家之间的这个互相理解 和互相的这个尊重 在狗哥看来呀 地狱呀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你最初从哪来 现在生活在什么地方 一点都不重要 最关键的是 我首先是一个人 有一颗这个尊重他人 包容的这个正常的心态 这个呢 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我来问狗哥的第六期 就聊这么多 如果呢 你也想分享自己的看法和心情 就给狗哥发email email的地址呢 可以在影片的说明里看到 每一个人的看法和心情 都会在这儿得到尊重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